天气好热 昨天宜兰土厂自动测证 下午测到了摄氏三十九点九度的高温 是今年以来当地的最高温 不过气象局表示 自动测证常位于人烟稀少的环境 因此不会列入观测记录 而其他平地的人工测证 高温则是没有破记录 同时也提醒 由于受到了西北风 把中国暖空气吹到台湾的影响 炎热高温的天气将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 一整天北部东北部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气象局在宜兰土厂的自动测证 更在下午两点测到三十九点九度高温 是今年以来宜兰最高温 不过气象局表示 因为土厂测证位在河谷 属于较极端的环境 通常这样的温度比较不具有代表性 位置其实位处于一个溪谷 河谷的位置 它是比较属于常常会有极端高温 会出现的地方 那本身在大家温度都一致的情况之下 它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 它的温度本来就是会比较偏高一些些 以自动测证来看高温排行榜 宜兰土厂三十九点九度 花莲复原三十七点七度 新北市三十七点三度 台北市三十七度 而平地人工测证日高温前三名 分别是台北市三十七度 基隆三十六点三度 板桥三十五点七度 都没有破纪录 气象专家表示 自动测证是为了提供及时的温度 因为设备较为简易 环境也较为偏僻 温度确实容易偏高 不过受到盈雀台风沉降气流影响 全台高温将持续 台湾就从北边带来非常暖热的风 影响到我们北部特别的热 那刚好在宜兰 其实它刚好有一个峡谷 有点类似这个沉降气流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宜兰的部分的区域 就特别的热 专家表示 一直到周四迎风面北部 和被风沉降气流笼罩的东北部 不易有午后雷震雨 闷热感受将更明显 民众外出记得防晒雨 多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记者需要陈一峰台报道 行政院推出了托育补助政策 在明天八月一号就要上路了 孩童送到和政府签约的准公共化 幼教机构或是保姆来照顾 家长将可以领取到补助 不过业界以及幼教团体 不满政策制定仓促 而且准公共化契约签订之后 教保员的薪资 还有学费调长等等 都要受到政府的规范 因此发起了全面抵制 行政院推出托育补助政策 家长将零到二岁孩童 送到和政府签约的准公共化私托 或保姆照顾 一般家庭每月可领取补助六千元 二到五岁孩童 就读准公共化幼儿园 学费每个月只需负担四千五百元 但政策才刚宣布 八月一号就要上路 又叫团体不满过程仓促草率 列决准公共化有七大问题 激发公开信给全国业者 呼吁产业全面抵制 幼儿园他收费比较低 是因为他的薪资比较低 所以他相对来讲 他可以复合 可是你今天你一定要压缩到 八千九千一万 这样子的话 你要提高老师的薪资 事实上叫做马儿FA 所以幼儿马儿不至少 是不可能的事情 私幼若和政府签订 准公共化契约 教保原薪水至少得达两万九 但签约期间 学费同时受到调涨限制 业界批评新制设计脱离现实 而且拨款制度繁杂 将增加幼教行政和财务运作上的困难 现在的私幼也会受到幼兆法的管理 他们的价格也就是收费的额度 其实都在各县市既有的审议系统中 他需要核备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没有要去让这些既定的 他们的核备系统会被破坏或者影响 托育补助反弹大 而台北市原本托育补助就优于中央 市长柯文哲上午宣示 在他任内补助不会缩水 行政院则在傍晚举行记者会否认政策仓促 强调现在只是将过去零星的方案提出统整 预计十月十五号就会公布 准公共化的幼教名单 至于如何米平业界加入准公共化后 薪资必须调涨的反弹 教育部国教署则没有在记者会中 给出具体回应 记者综合报道 因应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现在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的这种 亲属保姆也将要退场 原本亲属如果受过保姆的训练 可以领托育补助两千到三千元 不过准公共化上路之后 无论有没有受过训练 一律都可以领两千五 遭到质疑是处罚政策 带着小孩玩有学习功能的玩具 赖爷爷和赖奶奶在家带两岁外孙 和三岁外孙女 可以帮家里获得每月三千元 托育补助 因为赖爷爷是领友保姆证照的 亲属保姆 不过这项补助最多只到明年八月 未来如果要自己照顾 津贴一律两千五百元 那爷爷觉得不公平 因为准公共化托育政策要上路 过去三等亲内家属 受过一百二十六小时保姆训练 可以领两千元托育补助 领友证照的则领三千元 心智将不分有无训练 只要自己照顾 就可以每月领两千五百元 育儿津贴 各县市已经可以自行决定 亲属保姆的退场时间 这些爷爷奶可能收完训之后 他们投入在整个托育市场里面 其实人数也是有限 所以在新政策里面 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 让真正想要去投入这个市场的人 他们也有足够的机会 去获得一个收训的一个机会 嘉义县政府认为 过去亲属保姆 大多为了照顾自家小孩 无法更健全保姆制度 已经宣布嘉义县 在明年八月退场 不过专业保姆认为 对于无力或不愿送托育的家庭 鼓励亲属保姆有必要性 政府你是在走回头路 自己打嘴巴 我还是鼓励说 亲属保姆 保姆你还是要去上课 上这个课程 新的讯息进来 这样子对托儿是最好的 协会认为 广发育儿津贴 减少专业托育的补助 反而无法提升育儿品质 各地目前都有反对声量 希望中央能听见 记者王杰苏孟昭全 南部报导 实现梦想 几岁都不闲持 两名六十多岁的好朋友 年轻时就梦想要航海环岛 今年五月 造了一艘 没有机械动力的木帆船 在六月中 从新北市的淡水出海 逆时针挑战环岛 花了一个多月 绕过了海向险恶了 鹅鸾鼻夹角 即将要完成 他们的最后一段航程 风来了 航海环岛圆梦的张宗辉和陈明忠 马上整理 停靠在台东县泰马里 三河渝港海滩的木帆船 算准的风向 跟帆最佳的四十五度角 把他们手工打造的 这艘环岛号帆船推下海 只靠着风 带着他们继续向北航行 完成最后一段 东部太平洋的航程 30号是他们第17天的航程 距离6月18号 从新北市淡水起航 走台湾海峡的环岛行程 已经花了一个多月 中途曾经遇到恶劣天后暂停 但是并没有打消 他们航海环岛圆梦的念头 上周末更花了两天 绕过台湾最南端 险恶的鹅鸾鼻夹角 才进入太平洋 到达台东陷阱 这两名帆船手 年纪超过60岁 平常就热爱帆船运动 陈明忠说 从海上看台湾 跟在陆地上 环岛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而且台湾是岛屿国家 却很小推动航海运动 他们希望透过这次 无动力返船环岛的记录 能带动国内的航海运动风气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